2018年Mondspace满星云集团股东汇报会 日前在吉隆坡诺夫尔酒店举行 并且有接近500名来自国内外的活跃股东出席 现场以中英文为主要汇报语言 同时也提供了多国的现场翻译 此外对于无法出席的股东 大会也安排了现场直播 让无法出席的会员和股东能观看 汇报会包括了几个重点项目 当中包括农业板块的发展 除了禁军猫山王榴莲的种植外 众头好戏就是满星云集团 与中国神飞航天策略联盟签署备忘录 共同开发与推广航天食品以及航天育种 我们中国航天与满星云集团 共同打造 我们马来西亚乃至于我们东南亚 乃至于全世界的 我们的航天的高新科技农业 另一个重点汇报就是满星云的跨界发展项目 以直播购物来分享产品的CPmore城堡网 以及娱乐IP平台MS3的介绍 MS3幻有一个怎么的角色呢 MS3就是一个整个大平台 整个娱乐平台 我们发觉到就是若我们今天还在讲电商的话 现在已经是一个跨界的一个市值了 那如果我们还单纯的只是在讲电商的话 可能我们比别人的优势就没有这个强大了 所以呢我们通过娱乐 通过玩 通过购物 通过网红 通过资讯 来让大家不知不觉的潜优化之下呢 就去买 就去购物了这样 MSNI上市团队总顾问 也特别在现场为来宾分享 上市股东以及股票的资讯分享 他同时也信心满满的保证 满星云集团将在2018年底正式上市的承诺 你把你这个10万块的这个生意 将它套上这个资本市场呢 10万有可能可以变100万出来哦 那如何做到呢 像居然达州所说的资产已经200亿了 如果200亿你不加按资本的话 那你真的是太大贵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 Facebook上市之后 创造了3000个员工 成为北京百万富翁 那我相信我们满星云上市的时候 不要说3000的 30万个百万富翁都得了 出席汇报会的活跃股东 对重点项目的发展充满信心 特别期待满星云和航天农业 接下来的发展 我计划是达州所说的 达州是最好的部分 因为我刚才经历过达州 我自己的业务也是 巴基斯坦达州 上市跟城堡完整 我都非常有信心 除了重点项目的汇报以外 集团旗下超过10个业务的首席执行员 也汇报各自的业务发展进度 分别包括餐饮 保健产品 旅游 美容 运动医疗 电子商城 电影娱乐 酒店 通讯 银行 以及房地产等等 此外来自印尼 新加坡 以及阿尔吉利亚的代表 也在现场汇报 OneSpace满星云 在这三个国家业务的最新进展 满星云集团各项业务发展稳定 前景一片欣欣向荣 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 MoonSpace满星云也将继续大展拳脚 带领全球会员迈向更美好的未来